很感謝主讓我去到那個地方 因為是一個肯亞的傳統人帶我過去的 那個傳統人告訴我 譬如那些人在美國去肯亞 美國的人當然有錢很多 肯亞就是很窮 但肯亞人去坦桑尼亞 就好像美國人去肯亞那樣 即是他又再窮了一大部分 我們去到 都確實看到很多地方很窮 但正是因為窮所以也有很多機會 我去到第一間教會 他們是有很多小朋友在他周圍 即是在流浪小朋友 也有些是孤兒的 原來那些孤兒不是兩個父母都死了 而是多數是爸爸死了 因為有愛滋病 但近年因為知覺愛滋病的危險性 所以這個情況是減少了 但以往剩下的小朋友 剩下媽媽照顧他 其中一家 我們見到他媽媽有他四個小朋友 以及他的姐姐又死了 但他的姐夫也不肯照顧他六個小朋友 所以結果他十個小朋友 即是一個人照顧十個小朋友 那裡就有很多這樣的貧窮的情況 但因為這樣的緣故 很多小朋友在那個地區 所以他們 即是我一去到那個聚會 即是很特別 一去到整群小朋友 每個都看著我 每個都伸出手 是很特別的情況 而當中有聚會的時候 即是他們兩個地方都是 也沒有什麼限制 總之開大音樂 他們就要租一個大的音響 即是他教堂那個沒有那麼大聲 外面一大聲 那些人就會來了 很多人來到 來到就做了聚會 但我自己來說 我最主要是想訓練的 那個牧師都是很有心 那個牧師是怎樣呢 他就說他都很想 聽到我說的輔導 他問了我很多那些夫妻輔導 為何這麼需要 原來那些夫妻輔導 就有很多 其實原來在非洲有這個習慣 男人跟女人吃飯是分開的 小朋友跟女人一起吃 男人一起坐著吃 所以跟太太沒有什麼溝通 基本上跟太太沒有溝通 我去到一些其他國家 都是有這種情況 他們說 另外一個國家我去到 就是太太要經常工作 否則他們是大家庭 父母也在一起住在那裡 如果太太不做事 他們就說他 你懶惰的 他就經常在那裡做事 好 那做事到什麼時候一起 兩夫妻就是睡覺 睡覺可能 她的丈夫很晚睡 很快就睡覺了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 那些夫妻關係 很多問題 牧師跟我講 很多這些問題 我回應他 我說其中一個 我看到太太分開吃飯 好像次等 他回應我比較特別 他說 如果他們覺得他的身份很高 他可能會有很多淫沉 我說他淫沉 因為他得不到他想要的東西 你關心他、你愛他 他就不會那麼淫沉 而且你都可以引導他 他就說出很多情況出來 其實很多都是 我看得出牧師的傾向就是這樣的 他就會 重點全部都說 那些女人很淫沉 他就很少有些男人 就不太理會那些太太 而是他說那些太太很淫沉 所以我都是讓他知道 太太會淫沉 因為他不足夠的愛 他們都有改變 其中在大鵝的那個傳導人 他就過後告訴我 他說 他看到我跟我太太的關係 因為他看到我經常都跟他溝通 有空就會跟Shirley溝通 他就說 他看到他自己都 有個激勵 回去跟他太太更加好的關係 因為聖經說 他們很簡單 他們夫妻分開 我說聖經很簡單的答案 一個回覆就是 愛你的太太 妻子順服丈夫 當你愛她的時候 她才能夠去順服你 那你會不會有這種愛太太的心呢 你什麼時候愛呢 你用什麼方法愛呢 真的可以說是 整人都沒有什麼機會的 而我感謝神 就是董英姊妹 和一些外面的董英姊妹 都有這個心去支持 以至我們超出了這個數目 但我們會照給她的 那我又會 鼓勵她 因為那個數目超出了 那一方面 她 除了主學 她都有些少許需要 那我也鼓勵她 另外又幫助了第二間教會 我們又去了第二間教會 那第二間教會 整個區域很大 只有她一間教會 再遠一點 有一間 走半小時就有 那她就說 有些人走了那間 因為那間有音響 那間沒有音響 沒有人來 那我又覺得 不只是音響 一定需要關顧人 那這個我也是重複那幾天 去引導她 關顧 關心那些人很重要的 那然後呢 我們就 真是音響 那些人就不停下來了 這個又是一個事實來的 那然後呢 就發覺呢 那些報道會 就變成了廣邪靈會 為什麼呢 好了 叫那些人信主 他們真的很願意 很多人都信 那當然 有些問她第一次 都有很多個 那叫她去那個屋裡祈禱 那祈禱呢 我回到內部 全部都是廣邪靈 那我就 因為她可能有些巫術 以前的巫術 很多 那所以我就說 分開 那些沒有邪靈的分開在別處 你幫她信仰 不要只是幫邪靈 因為幫邪靈 有時他們滿足感大 即是有反應 那我說 因為那些人想信耶穌 你又不跟他解釋 只慣著那些邪靈 他站著看看 然後就走 那我說 你分開他 將他分開另一個地方 你就幫他信仰 然後這班就趕邪靈 那些邪靈的章心很厲害 哇 整個人 又扭又令又 又掙扎 整個人跌在地上 那都幾強烈的 那又看到一陣 其實一陣 他就靜下來 但靜下來 他就說鬆了 不過鬆了是不是 即是說 廣世邪靈呢 其實我教導就說 其實他們需要處理生命 需要處理他的問題 和神的密切關係 然後他才能夠 就是邪靈會走光 那這個都是去到的經歷 那也都看到 即是希望將來有開路 其實我最想的就是 去不同國家 都是訓練服侍者 我就不是最想做報道的 因為報道呢 只是一次過 其實他們那些人 報道都幾好的 因為那些人呢 其實根本上 你什麼人做都差不多 即是你這樣說 他們有些 其中一個牧師說 即是說得都很好 我不知道他講什麼 不過有靈時 大約說給我聽 講什麼 但他很生農 他很生農 那些人又很留心聽 有很多反應 那我覺得其實已經足夠 我來到最主要 我不是最強項就是去報道 雖然我可以報道 但我最緊要 反而是訓練他們 那樣東西呢 他們就少了 即他們都個個覺得 在很多方面都是很缺乏的 所以我就 希望他下一次安排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安排訓練 還有他其他地方都是訓練的 那我感謝主要給我們 有這些機會 也都給大家知道 這個世界 那麼多人那麼需要 和香港的情況那麼好 還有那些 他說原來那些國家 很多國家睡 是睡地下的 那我就問 那些小朋友 我都拍了一些照片 如果大家的Facebook看到 我說你怎樣睡在地下 那幾個睡在那裡 四個睡在那裡 那沒有枕頭 就是找一張石 那做什麼 找一張手 那我說你會不會痛 他說會的 那痛就動 他說身又痛 手又痛 那我們說 哇 有枕頭原來這麼厲害 而他沒有枕頭原來 這麼離譜 而我們中國人說 濕氣重 他們睡在地上 完全沒有東西隔著 又真的有濕氣重 又抓住手腳痛 所以其實他們的生活 是很困難的 我們感謝神 我們香港這麼豐盛 我們有的能夠幫到他們 事實上是很大的影響的 我學會說 因為我一切都看到 我們要被人家 走在地上 看見到不掉 那些都被人家 沒有了 然後再上去 對那些都被人家 走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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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地上